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来自华裔加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 欢迎曲薇老师 狐狸老师 欢迎福老师 来 了解一下你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的生活里只有打游戏的时候才最认真 朋友说一句话比我说十句还管理 感觉她就是个孩子 不懂浪漫 生活没有仪式感 我女朋友在生活中非常强势 一切的事情都要按照她的步骤来 又会穿什么 做菜是先放胃精还是先放盐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 我希望她能改改 她非常想结婚 但是我对婚姻有恐惧 对生孩子更是害怕 毕竟 我这么大了 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她 可是她却不想跟我结婚 现在我家的人也在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李先生31岁来自湖南房产销售 陈宇氏34岁来自湖南各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面有句话 这个印象特别深 说我对婚姻和生孩子 是很恐惧的 这种恐惧来自于什么呀 因为我离过婚 离异是吧 对 因为上一段婚姻 应该是很草率的决定吧 也是因为家里父母催 然后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 因为了解而分开 所以进来以后 我对婚姻非常非常地恐惧 因为不了解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是害怕结婚是吧 我害怕结婚 我也害怕生孩子 这个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我现在34了 应该属于高龄产妇了吧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 也没有那个能力去 抚养一个孩子 还有教育一个孩子 再一个就是 我很多闺蜜都生了孩子 我每天都是听 他们在那儿跟我说 孩子怎么怎么的不好带呀 那个又不听话什么 老公也不管啊 我就好害怕 自己走上那条路 你怎么想啊 要结是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像房子也有 车子也有 已经具备这个结婚的条件了 然后两个人感情觉得也不错啊 那干嘛不结呢 那我不干 我就现在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生孩子 那您想怎么着呢 我想再磨合一下吧 这怎么个磨合法呢 我觉得他老是就是嘴上说想跟我结婚 但是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点都不在乎我呀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 打得都根本就不记得有我这个人了 他根本没有 上次你 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我在公司快下班了 那天下很大的雨 我就想发微信问他来不来接我 然后我发来三个四个都没回 我就打电话呀 他直接给我挂了 然后我再打一个给我又挂了 我就担心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是吧 然后他过了很久给我回过电话 我打游戏呢 你干嘛这么着急啊 然后我非常的生气 我直接把他电话给挂了 我也没听他说完 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呀 打个游戏比我还重要啊 就就就一回嘛 干嘛挂上电话 确实打游戏是吧 对 因为那一次呢 其实这样的 就是说跟队友一起下一个副本 然后一起玩的时候肯定是退不出 我之前也看到他那个发的微信 就问我什么时候去接 然后我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候嘛 我就后来就打电话给他 刚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就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最后搞搞得凉的人 多钟才回去吧 那你打个游戏 你不接我电话挂我电话 我还不能故意玩失踪 然后让你担心一下 体会一下我的感受啊 那你后来呢 后来还找了借口出去玩呢 我哪有 那还不定 那没有 那一次就是说 我去他家接他 本来就是说一起出去玩 然后他走出来 我觉得他那个衣服 我就说了一下 我说你穿这个不好看 然后他啪了一下就说 夺梦而出了就走了 然后也是玩失踪了 最后还是他那个什么 男同学送他回来的 没有好吗 那天本来是这样 我的同学叫我去聚会 我想带上他一起 我说你来家接我一下 我化个妆 然后他就在那一边打游戏 一边等我 然后我就听到 他跟游戏里面 应该是一个小姐姐吧 就在那儿聊天 他说你别怕呀 有我在呀 然后你还说你 你这身衣服不好看 我当然我 我用行动告示啊 我很生气 然后他现在都不知道 我在气什么 那也没有啊 就是鼓励一下队友嘛 那有你那么温柔的鼓励吗 你也没见过 队伍我那么温柔过啊 那你呢 队伍那么强势 我吃个饭 你都不让我吃饱 一三饭 只让我吃两碗饭 就是觉得我吃多了 不是多大的碗 咱界定了 这么大 不是 正常人一天吃个三餐是吧 他一天吃个四五餐 可能还不够 人家不提倡少食多餐吗 不是 他吃的那个菜很油腻 我就是为他的身体健康着想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才130 现在170了 我很担心就是 中原很幸福啊 不是 可是你幸福也得身体健康是吧 你身体健康了 才对我的下半辈子负责呀 你自己没有 你也没打算跟他结婚 负负责 咱不想那么远 他不是老是跟我说结婚吗 结婚结婚 想结婚就别吃了知道吗 就这意思啊 但是我也要吃饱呀 人总不能吃饱饭嘛 那我没让你吃饱 你怎么长得这四十多斤啊 那不是多餐吗 还挺可爱啊 刚才说那事儿说完了吗 他在游戏里面逗小姐姐 你要去同学聚会 对 后来就是他说你衣服穿得不好 看那事儿就算过了是吗 他往这儿怀疑我 他就说我有什么男同学啊 送我回家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我也跟他解释过 他就是不信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群 就是五个人 然后里面四个女的 一个男的 每次聚完会之后 就那个男的就是挨个儿 把我们都送回家 他就老是说 我跟那男的好像有什么似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那上次呢 我跟他就微信聊天 聊到一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突然也没说完 没说什么 就直接失联了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当然发信息过来说 什么跟别人去打电话去了 那你说别人是谁啊 那不就是你那个什么男同学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 我们是群聊视频 我们一个星期 大概就是聚一到两次会 然后他是群主 他每次就是说 给我们发个视频啊 问问我们的意见 下次聚会去哪啊 主题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都是四五个人 一起开着视频在那聊 他就老以为我跟他单聊 单出去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好吧 我觉得你这样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那你打游戏 我还没安全感呢 老是跟小姐的聊天 还要去保护别人 那既然都没安全感 干嘛不结婚呢 所以你的结论 婚姻是安全感是吧 就是一个爱情的保障 我们现在谈恋爱 我跟你的生活 都是那么枯燥无味 是吧 逢年过节过世是什么的 反正也没见他 给我送过什么东西 就没有仪式感 对啊 我送过 我不是送了你一大袋的柚子吗 你平常去我家吃饭 你也给我买两个柚子 我去他家陪他吃饭 他也是买柚子给我吃 然后好不容易过个节 你给我买十多个柚子 我能吃得了那么多吗 那不是就买得多了一个惊喜吗 只有惊没有喜 我就感觉他一点都不懂我 我记得他那时候 获生日的时候吧 我非常重视 我还请了半天假 一下午在家 度着那个房间 给他扎气球啊 然后把房间弄得五彩缤纷什么的 给他的惊喜 然后他还真的是蛮感动 蛮惊喜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也是想告诉他 我是一个懂浪漫 也非常喜欢浪漫的人 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体会到 那后来我不是也送了你巧克力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人家那个送巧克力 都是一整盒的礼盒是吧 他就这么大一块巧克力给我 我回他是去买东西 没钱找 然后找块巧克力给他 他转送给我了 那后来不是觉得那个巧克力 礼物太担保了一点 我还给你充了两百块钱花费呢 我觉得这也太普通了 一点过节的那个气氛都没有 是是是是 不够浪漫啊 对啊 你老是说想结婚结婚什么 你都是嘴上说 然后他 你知道吗 他打游戏 一年得花多少钱 他还骗我 他那个号啊 我说你那充多少钱 你老是怎么守着打 他说就几十块 然后我就不信嘛 我就拿他那个号 我就给我朋友看 我说这号这级别 要充多少钱才能打到这个 他说那起码是一万多呀 我说是人民币还是金币啊 他说肯定是人民币啊 那他打个游戏要充这么多钱 然后他自己充也就算了 他有时候还给他的队友充那个金币 那我们以后要是结婚了 他老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生活呀 那不是什么跟队友充啊 他说那个号我是玩了有大半年了 又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充这么多 你大半年充一万 然后一年是两万 后来没有充了嘛 他说那个朋友 那个是人家微信里面没有钱 给我借的 人家打游戏 问你借钱你也借 那要是我们结婚以后 今天这个朋友管你借钱 那个朋友管你借钱 你都借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过日子啊 那不是你后来跟我说了吗 我就不借了 然后现在人家问我借钱 我就告诉人家 你不要问我借钱 一百块钱一下的 我不好意思问你要嘛 一百块钱以上的 我又怕你还不起 您这都是一些什么朋友啊 一百块钱以上就还不起了 我觉得他就是这些借口多 你那才是不跟我结婚的借口呢 他脾气是不是特别大 有时候就莫名的发火 比如说为什么事会发火 除了打游戏之外啊 就是做饭嘛 我先把菜给切好了 我就准备去炒菜 他就发脾气 你那个砧板刀子都没洗 你又炒什么菜 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步骤来 我就感觉吃完的饭 是吧 一起洗啊 你一起洗过吗 我现在基本上是一周去他家 给他打扫两次卫生 就跟终点公似的 然后他还写什么 你怎么那么干净啊 你衣服老师经常这么洗 多浪费水啊 你不能放在一起洗啊 就老师这样 我感觉就是 如果真的跟他结了婚之后 我估计他什么家伙什么 都不会做 然后就是我们吃完饭的 那些碗什么的 放几天他都没关系 然后也都是我去洗 他还说我强势 你们俩交往多久了 快两年了 那个喜欢什么呢 那个时候一起经常出去 玩那个密室逃脱嘛 然后我觉得他胆子挺大的 又聪明 然后说话也幽默啊 幽默 那个时候微信聊天 对我也细心啊 关心什么的 反正就感觉还挺好的吧 然后感觉后来 就慢慢慢慢都变了 可能是他觉得 我现在很喜欢他了 所以他就变了 好好好 我觉得我没变啊 打游戏和结婚 只能选一个选 结婚 结婚 他骗我了 这都什么反应 怎么就骗你了呢 他肯定是 就是套路嘛 套路啊 我电视剧看得多 电视剧看得多 我只是想跟他结个锅嘛 我套路他什么啊 你想跟他结婚是为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他除了脾气 性格暴躁以外 对我其实还是蛮好的 那时候生日啊 给我布置啊 然后又上我家搞卫生啊 结婚之后可能就不能打游戏了 知道吧 结婚之后可能很多卫生 也不能多吃 你要搞的啊 结婚之后还得节食 不能四亿瓦没得吃 对吧 还蛮痛苦的啊 不 不 行吗 总 总 要我吃饱吗 就不能吃饱 你吃饱可以 但是你得运动啊 他也不爱运动 问你了 问你了 就是结婚之后 你肯定要改变你的很多行为模式 和生活方式 你愿意吗 我 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但是我可以吃饱了 再运动啊 但是你 结婚前你都没做到 你怎么能保证 结婚后你能做到呀 你可以监督我呀 结婚你不就监督我吗 我现在就是不想结 是不想结婚 还是不想跟这个男人结婚 我现在跟谁都不想结婚 那还有谁呀 哎呀这天是怎么 就是这样被你聊死的吗 他就是这样喜欢这么台风 你是跟他讲不清楚 不然也不会上这来了 对对对 如果一定要 给一个嫁他的理由 这理由是什么 我暂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是因为他有实力 比如说是因为他可爱 比如说是因为他 我希望他成熟一点吧 我希望他成熟一点吧 你希望他成熟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其实没有什么吸引你可嫁给他的 是吧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交往对象处着 是这意思吗 我现在真的没有感觉他特别想跟我结婚啊 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那天你说你饿了 早上才六点多钟 然后我就买了早餐 就在家一句送给他是 难道这些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这个不吵了好不好 吵也吵不清楚嘛 再吵下去还是个鸡通鸭讲 接下来我们四位老师就做一个同声翻译器嘛 翻译翻译你们这些话背后是什么 好吗 听听他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女生不是不想结婚啊 她是觉得暂时结不了婚 她不想结婚呢是没有意愿 她其实挺喜欢你的 也打算嫁给你 但为什么暂时不能结婚 结不了婚呢 因为你的条件不符嘛 你现在还不符合她结婚的条件嘛 其实说来说去 她的一个问题很简单 她怕再受伤嘛 你怎么能保证她不会再受伤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对安全感这个定义是不一致的 你说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结婚啊 这句话一听 大家成熟的人都知道是错的 因为婚姻不带来安全感 有了安全感才带来婚姻 对吧 你说结婚是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觉得结婚可以是顺理成章的 但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 她就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她不是一个对的人 她当然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不是因为有人喜欢了你 她就必须要跟你结婚的 不是因为你觉得说 我和你两个人谈恋爱了 我想要娶你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结婚 没有这么一回事 失败的婚姻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痕 导致了她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会过激地去想 如果这个问题再发生怎么办 如果我再受伤害怎么办 如果有了小孩之后 可能我连现在这样的生活都过不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 她会去想这些问题 但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害 所以你不会去想 只能说你没有站到她立场上 有这样的同理心 去和她去想 思考一样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 她又觉得你不是那个 可以抚平她伤痕的人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告诉她 跟我结婚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 你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她会在看到你的时候 会感觉到 我相信她心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 跟你结完婚之后的故事 都想过了 她会觉得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对吧 你让她点火 她早就想过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还是我说那句话 你们对于安全感的定义 是不一致的 你们没有共同去寻找 那个安全感 听你们两个人聊天的方式是什么 两个人在玩笑笑板 要么就是我撬这一头 然后你就下去了 要么你撬这头我下去了 你只责她 她只责你 你们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她有一句话其实说得很对 结婚前你都做不到的事情 结婚后你一定做不到 结婚前 你想要劝这个结婚 那么大的推动力 都没能让你去减肥 没能让你放下游戏 凭什么你说 我答应你这一句话 让她相信结婚后你能去做到呢 你们现在要去寻找的是某一个共同点 一个平衡的点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安全感是什么 安全感不是车不是房 安全感是为彼此所做的努力 让对方看到你做出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是在的 我希望你 因为它的伤痕的存在 所以你应该多做一些 你在结婚之前 在求婚之前 你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要受二十斤 等你受下这个目标之后 等你借游戏借了半年之后 你再去跟他求婚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我可以给你安全感 其实有时候就那么简单 就这样 好 谢谢卢琪老师 李坚 程女士 你们好 你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信任 信任不够 而信任不够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两个人没有相互的依赖感 因为我不信任 我不敢把自己全部的心扉敞开给你看 所以没有依赖感 那就很难有最后的结果 而且你们两个人结婚的目的不同 就对待结婚这件事的 观点 出发点就不同 男生你坦率地说 你其实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而不是说我只因为他 我才想结婚 那女生同样 我不是说我不想结婚 我只是因为他才不想结婚 就这两点摆在这儿 就是一个非常拟花的事 所以我觉得你们把这些问题梳理好 再去考虑未来 而顺着刚才陆七老师说的那句话说 我们不要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留给未来 什么意思呢 不要意思说我们俩结婚就好了 我们俩有个孩子就好了 总是想着未来一定能好 可是现在呢 现在都好不了的 未来没办法给你答了 爱情是谈恋爱的必要条件 我们两个人相爱 但是不是结婚的充分条件 谈恋爱是一道文合题 我们只要有怀力的词早就够了 可是结婚是什么 结婚是一道理合题 它需要三观同平共振 合并同类像 我们才能把这道题解开 所以现在谈结婚为时尚早 二位好好梳理一下 自己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吧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说 我不想结婚 甚至于不要孩子 其实问题很关键的点 并不是这两个名词 而最关键的是 刚才女孩说了 你不够成熟 哎呀 你肯定不同意啊 我三十多了 我怎么不成熟啊 对不对 那好 如果考验你是否成熟 就要从玩游戏开始 喜欢玩游戏对吧 几乎每个男人都喜欢玩游戏 因为游戏可以带给我们娱乐 减压 甚至于是一种社交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成熟的男人 他一定合理地去安排 自己游戏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 对他最重要 你的女朋友 对你的玩游戏非常反感 他反感不是你玩这个动作 而是你没有合理地规划 甚至于影响了很多 他未来可能会对这生活 失去信心的因素 比如说你居然冲了一万多块钱 很简单 女生会把一个点 给你来做对比 就是说你送她的关键的礼物 才是一块小颗粒 这个明显重要性 你就知道了 而且你可以帮朋友去充值 他会想未来生活当中 我怎么去规划我的财物 所以不是不让你玩游戏 而是让你会成熟地 去玩这个游戏 明白吗 所以这一点上 你心智是不成熟的 他哪敢嫁给你呢 对不对 女生呢 其实也有问题 你没有行动啊 你只是把条件说 我不能和你短期之内结婚 我和你之间不能要孩子 你把几个先决条件 变成了两堵墙 堵在了你们当中的 这个位置上 你也没有主动地去 帮他做什么事情 对吗 比如说他玩游戏 你就要去聚会 他玩游戏 你就去跟 力性男同学去聊天 那你在这件事上 也没有付出 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你们的未来谈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真是 你们两个认可对方的话 那一定要主动地去付出 你要做到成熟地去 显示出自己 有这个能力跟你结婚 而你呢 要真正喜欢这个男孩的话 就要用你的行动 去努力去争取 你们未来的人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你上来就来了一句 莎士比亚的名言 因为不了解而结合 因为了解而分手 你现在了解他呢 我应该了解他 比他了解我要多一点 那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上一段因为了解而分手 这一段你了解他 到底是分手还是结合呢 我不想分手 但是你也不想结合 九月二号 我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 我去送她上学 邻车呢 就坐了几个其他的妈妈 然后呢 其中就有一位妈妈说 她老公昨天晚上打游戏 连自己儿子第一天来上幼儿园 他都没来 他特别地失望 你害怕的可能就是这个吧 所以你不敢要 所以你不敢结 其实不是你不想要 现在如果 我放手呢 年纪大了挺难找 现在要是结了呢 想想以后 对方是个拖累 不是一个战友 你会觉得很累 结婚是一件特别具体的事情 它不像谈恋爱 谈恋爱想见就见 不想见可以不见 但结婚就特别具体 具体到每天的朝朝暮暮 具体到生孩子 具体到泡奶粉 具体到洗衣服做饭 它是一件特别具体的事情 你逃是逃不了的 而在具体的事情面前 她现在还没有能力 能够把这些具体的事情 给扛下来 所以你不感激 但我认同刚才 曲伟说的话 其实你不仅对她奢望 你对自己同样奢望 说实话 从你上来起 你描述的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也没有做好 结婚的打算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三十四岁高龄 你为结婚 又做过什么准备呢 也没有 你也不过是破罐子 破摔而已 所以结婚这件特别具体的事情 对于你们两个人而言 其实都不适合现在她 你说她很套路 难道你不套路吗 你说不生孩子 这就是一个套路 事实上你并没有表现出 你内心真正的失望 如果你真的想结婚 你真的想奔向美好的明天的话 请你自己也振作起来 男生 你回去把她跟你说的所有的话 都仔细地回忆一下 有哪一些她是把你当做一个男人来说的 有哪一些她是把你当做一个孩子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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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喜欢吃什么菜 辣 你呢 肉 什么口味的肉 都行 只要是肉就行 所以你们俩要是点一道肉菜的话 应该没啥分歧 因为只要满足你辣的口味 只要满足你试肉就行 对吧 所以我要说的特别简单 就是面对婚姻和爱情没有标准公式 回到肉和辣肉这件事来说 你的婚姻要的是有滋有味的 至少是辣肉 你只要一块肉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 从爱情到婚姻当中的冲突 两个人要的不一样 所以就有分歧 所以女生我想给你一个词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需要有信念 你要相信生活里是有爱情的 你要相信爱情和婚姻这件事并不冲突 你要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是美好的 你要有信念 对生活要有信念 男生力量 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 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他叫男人 我自己理解叫放心吧 让你周边的人能放心 你可以独立地生活 所以并不再是不是玩游戏 或者干嘛了 而是在于你没有给女生 一个足够的力量感 让她觉得你可以 问题我觉得就在这儿 好吧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岁的男人 其实我也不是急着跟人逼你结婚 因为我在这个生活中 我也感觉到我很没有安全感 现在我只是要你表一个态 我想要知道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而不跟我结婚 其实我不结婚并不代表我不爱你 我知道我自己真的很爱你 但是如果真的要结婚的话 我觉得我还需要时间 我希望你可以等我 然后可以理解我 你说的那些我都会感爱 然后从今天起 我每天都运动 每天都少吃 只要你嫁给我 她不是要一瘦子 她要的是一个她觉得她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在你们这里面有几个词 你们自己看是等号还是不等号 在女生的字典里 爱情不等于婚姻 男生是爱情就等于婚姻 两个人都想有一个特别好的未来 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从自身做起 总是说 如果你往前迈一步 生活就美 但是真的想让生活美 迈一步的应该是自己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愿意相信女生是爱男生 我也愿意相信男生是爱女生的 我愿意相信他们今天说的一切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基于此 我希望他们愿意为这段情感 再做出一些努力 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推着这段感情 试着往前再去走一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下载金鱼U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金鱼APP天津IP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吧看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 徐州润芝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丽玲先生 来 有请 好 好 相处是过程 相爱是关键 祝二位呢 永远相爱 携手共怒美丽山 谢谢 好 说得特别有哲理啊 好好相处好吗 好 谢谢徐总 来 请喝 请喝 来吧两位 我们来一起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好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谢谢谢谢 好 来 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和她是去年在单身群里认识的 当时她和我说的她有车有放 没有子女 没有结过婚 我觉得这个条件挺好的 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她很多事情都是骗我的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未结婚 我自己已经习惯了 结果认识她之后呢 她阻碍我交朋友 喝酒 打牌等等的一切业余生活 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累 她现在的脾气啊 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她和我在一起 或在单身群里和别的异性 还没有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原打算认识她 接触她 怎样她给我一种新的感觉 建立一种新的家庭 实现我们的目标 结果呢 她整天唠唠叨叨 完完全全让我非常非常失望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累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郝先生55岁来自山东公司职员 萧女士55岁来自山东各体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好心是单到55了对吧 是 过去55年来 没有对哪个女生心动过还是 年轻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谈过一次失败的恋爱 过去之后呢 就一直没谈 这一伤伤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您是吧 两位是在交友群里认识的是吧 对 啊 谁主动追的谁啊 我主动 啊 我主动 您主动啊 嗯 您您当时怎么就看上 是在一个相亲群里 认识她了以后 我看她没有孩子 单身 我感觉现在半路里夫妻 双方都带孩子很难处 所以我就 咱俩就互相远业了 这是您愿意啊 您是为什么愿意呢 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她挺 挺阳光的 并且呢 挺吃苦 挺腐蚀 嗯 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地感觉性格上 一些问题就出现了 哦 现在接触了多久啊 一年吧 所以小片里面说到那些 就是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吧 是 那就您给说说都哪些问题 好像我听的就是什么 我们在群里还跟其他的异性交往 是这意思吗 是 在这个群里认识当中啊 我让她退群 她不退 在群里夹这些单身的女士 食料 食料里内容还在删除 我会问她为什么删除 食料里都是什么内容 哦 我们是一个相亲群 现在呢 我是一个负责人 我是群主 要了解群里的女群友 和男群友的一些基本情况 很正常的一种聊天 哦 她呢可能产生了过多的误会 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 哦 您的解释是 因为我是这个群的管理者 所以我必须得聊 是这意思吗 是 不对 这个单身群啊 是自由恋爱 自己的建立 自己的自我介绍 都在群里 哦 看适合的都只有自己夹 你为什么夹女的食料 啊 这个解释哈 她不信 啊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我们群四百多个人 要开门进群 我要了解一些基本情况 是不是单身 是不是未婚 等等等等 进群的时候 大家在群里都说 群主开门 我拿人 这是公开的 你为什么背后的夹食料 我要了解 进群人的基本资料 再还有一次群里在聚餐 聚餐的时候 你都自我介绍 介绍的时候 那些老大姐脏的丑的 她不兴奋 看着美女介绍的时候 特别兴奋 美女漂亮 我感觉挺多 我很不舒服 每次我们群里聚会 基本上都是我主持 来提高我们就餐的气氛 你气氛 为什么不一时同仁 为什么看着漂亮的 这么气氛 看着丑的不气氛呢 还有一次 在聚餐的时候 门口就有座位 那些老大姐姐妹就坐 最后来的漂亮的美女呢 那门口有座位 有空座位 你为什么让美女 过来坐我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让美女 坐到你这边呢 是因为我对你有了一定的意见 我想怼你 明明都知道我们俩在恋爱 你不坐在我旁边 让别人感觉是蝉蝉蝉 过来的时候我也聚餐起来 我再来的时候 你都不说过来坐我身边 你为什么看着美女 让她坐在你身边 看着呢 老大姐姐都不坐在身边 你思想有问题 还有一次 我那刚刚认识她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 在聚餐的时候 她跟那个女的夹育 那俩相处一年多了 我发现她手机 她又约人家吃饭 你有对象呢 你为什么约她吃饭 我跟你说一遍 我单独没有和我们群里的 任何一个女人 去私聊吃饭 叫她一起吃饭 全是我们几个男的 群里这么多女士 你不清楚 你为什么约她自己一个人吃饭 这位女群友非常能喝酒 非常男人脾气 我们几个群友 一般喝酒的时候 都愿意叫着她 还有一次 再一次她说旅游去 晚上的时候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打开她手机一看 人家导游问她 你单身吗 单身 导游说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她说行 你为什么给导游说单身 你给我谈的对象 你为什么给导游说单身 本身这件事情 出去那是一个落单 一个特价 人家问的情况的时间呢 人家才二十来四的一个女孩子 你晚上一接人的视频电话 劈头败脸的 让我非常非常没有面子 完全是你一种误会 让你很吃不消 是啊 她晚上打回来视频 你这种脾气性格 让我对你了 从今有了一定的看法 太小心眼了 有好喝酒有好抽烟 趁年在群里经常聚餐 喝酒抽烟 行 哎呀 这日子过的哈 能退群吧 原计划早就想退群 然后呢 现在呢 还没有这个完全交代好 叫交接工作 是这意思吧 是啊 还没交接完呢 这一段时间 由于我们闹矛盾 让我心里非常非常反感 非常非常这个疲惫 所以其实退不退还两可了啊 到底是退群还是退交往 那就不一定了 是这意思吧 是啊 除了有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问题让您不满意啊 就是说日常生活 就说她生活哈吧 买那土豆的都冒牙了 我说不能吃了 有肚 我找了几个照片 我发给导演 发到屏幕哈 你看她 你看她怎么生活的 哦 这个是她买的 就这土豆能吃有肚嘛 就在乎里霍毒 露碎 哎哟 这是厨房啊 这 这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喝酒之后 她偷着拍的 本您这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不行 我太欺慰了 它就是这样 把我一些隐私的生活的东西 发到我们群里去 这户也好 卫生也好 我一个人啊 四五十年 我很少在家里吃饭 很少在家里做饭 一个人吧 郎郎惯了 生活的一些习惯 比较我心我素的 比较随便一些 现在想找个女朋友吧 也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重新一下正规的生活 原来吧 整天一个人 朗朗当当当的 自由散漫 行 您拍人喝酒那照片 是怎么个意思啊 我拍的照片就是 她经常喝酒抽烟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减少酒 或者慢慢要戒烟 这一段时间接住了你之后呢 更让我烦躁 更让我心里累了 就说那个兔兔吧 都冒露鸭子了 我说拽露 你为什么还要坐着吃 它不用毒嘛 我就是要对你 它不用毒嘛 我就是故意你的 道道跌跌不休 让我产生对你 巨大的一种心理 我兔兔没牙了 我兔兔没牙了 那兔兔都没牙了 有毒 不让你吃 你气我有什么 我害怕你吃了有毒呀 我说为你好呀 你就和那个护养 已经都老了 都哪个样了 而且还漏随 漏漏随它不叫那个路照吗 让你换个新护 你为什么不换呀 我也是在想试探你 如果想和我一起 真要过日的话 可以提出来 我们商店去买一个 我给你说了好多次了 你不买钱 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谊 我给你说了多年次了 你一直不得换 打算 我和他生活不一样 假如说就说买水果吧 我每次都买最贵的最好的 他呢他买是最便宜的 买回家来第二天就烂了一半 买的时间是好的 可能储存保养办法不一样 你买的还是便宜 他便宜的他放不住 好的 放五天六天 他只能处处 他不会烂 是吧 就说那鸡蛋吧 他买鸡蛋你都不知道 他买了二十个鸡蛋 回家还是打了十一个 还剩九个鸡蛋是好的 哪有这样过日子的 你说这样过生活能行吗 那是不行 不他答了一货 问题是他再放到冰箱里 鸡蛋和皮子 再放到冰箱里 下次再吵着吃 你说鸡蛋皮子还脏不脏 你还再吵着吃 那你继续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 那带了几天不经过 他知道我就偷偷的嘴了 他又吃那冰激凌 我买那冰激凌啊 十五块钱一个 我买了两个 我放到那个冷冻里了 结果他看得好 他拿到冷藏里来了 他说他愿吃乱的化的 化的你可吃 结果没吃 十五块钱一个 吃了一个 还有一个 哪一个都包饭了 都喝面包是饭了 结果拽了一个 十五块钱被费了吧 你这叫我生活回过日子吧 我放到冷冻里 你为什么我拿到冷藏里来 我就希望你帮助我 恢复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惯了 吊得浪荡惯了 这个 太尴尬了啊 我站在这 确实不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 以我这很浅薄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你们俩分手才是正道 对吧 分了好几次了 都分了好几次了 分了五次了 五次了 他在求着我上店里 我还是干个体 我有点 他在买着水 我上店里再求我去 我说好的 所以 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要来的 要干嘛呀 我还是觉得他也有优点 人也没有 是全是没的 感觉他还有优点 我看能有该的机会嘛 好 您还要给他一机会是吧 对 我看有该的机会 前五次分手都是谁提的呀 我提的 那谁提的何呀 他求我 求我了以后 我觉得他 他求了您五次 对 我走了以后 他在后边断我黏我 他追你 我已经走了 他追我 他连过去 那怎么今天你又回来追他了呢 他求了我以后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些优点 我看看他能不能改 他改什么呢 他 你看在裙子 让他退裙不退 退裙 退裙 结婚不过结婚 结婚 当家 当家 我要当家 我看他让我当家吧 他当家 当家不行 他生活 成功 听明白了 原来您每控诉一项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鲜明的目的 是吧 就是你跟女群友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退群 对不对 生活上邋遢呢 是什么 是结婚 鸡蛋 碎了 都赶紧把它处理掉 把这个冰淇淋 放在冰箱 没放对地方 浪费了 这是为了夺权 所以您每一个举证背后 其实都带着一个目的 我理解的对了 要问问 能退群吗 一开始想退群 现在 就说现在 现在 暂时不退 不退 这个觉得自己想结婚了吗 现在不想结了 觉得自己的生活 需要一个人照料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 真的想需要一个人照料 所以如果找一个 既把您照顾的妥妥贴贴 又不管您的人 按照您的这个浪漫的 生活方式来生活 是不是最理想 是挺好的 哎呀 你看发自内心的笑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 我不退群 我保持一个单身的状态 然后我家里 还有一个女人来照料我 这应该是您想象当中 最美的状态 对吧 是啊 是 那就是实话了 听懂了吗 全懂了 听懂了 懂了 我看看她改变我 如果改变的话 我还能继续 如果不改变的话 我得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交权 结婚 对 退群 对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您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一个的话 让我当家 也得退群 哎 你得让我管你 还是我管了 你就得听我 是这意思吧 是 大姐脑子很清楚啊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邱笔特问卷 好大哥 好大哥 其实就是缺一个免费的保姆嘛 对 以谈恋爱的名义 来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但是你也没有掩饰 我觉得这个还挺坦诚的啊 然后我看你在台上的时候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你防备心很强 第二个 你总是以一种官方的语气在说话 这位网友啊 这个群啊 我是管理员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我就感觉到 您和大姐站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些优越感 那从某一方面来看 更加显示出你对大姐之间 是没有强烈的爱 我最近在做很多的研究 常年单身之后的群体 它其实已经丧失了 建立一个独立家庭的能力 就它不是不想 也不是说它没有机会 它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 因为它太长时间单身 它其实已经不想去承担 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对 所以这也是某一种人生 而且好大哥今天也没有 任何隐瞒自己很坦诚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不对的 就是我发现一些现象 就是有一些本来不想结婚的人 抱着结婚的幌子 不断地去聊急于结婚的人 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好大哥你应该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说我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成立一个独立家庭 你就说清楚 对 千万不要去耽误别人的时间 对 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很难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 告诉对方我的人生 我选择的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让对方来选择是否愿意和我同步 我觉得这是对于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都是最好的选择 就这样 好 谢谢陆西老师 郝先生 姜女士你们好 你好 郝先生就是希望那样的生活模式吗 就是希望暧昧 不是 完全是她 她多想 不是她多想 我和她建立了恋爱关键之后 不是她多想 不是她多想 我们在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们都会有同一个想法 就是您想要的很多 因为您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了 我需要找一个知己 他在家里能够照料我的生活 让我生活的轻松一些 但是呢 我以往的这种生活习惯 我也不愿意放弃 就是这种生活习惯 和你想要的一种生活状态 它是对打的 那我们人不是完美的 就是我们不是说想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当我们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首先必须要付出 对不对 你付出一定的代价 你才能得到这样东西 但你想要稳定的生活 稳定的一个情感关系 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一定要放弃所有的暧昧 稳定的情感关系和暧昧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是责任感和克制 您想好要什么 一旦想好了 就千万不能欺骗善良的人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山大老师 大哥想要什么呢 大哥什么都想要 你既有时候会羡慕 人家两个人的生活 有一个家庭 对不对 有人陪伴 生病的时候会有人照料 你想要那种状态 同时呢 你就特别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对吧 独来独往 其实您就是长期单身 已经说白了就是过独了 是 而且你其实是 孤独是会上瘾的 对吗 你怕只是怕孤老 但是你会享受孤独 爱情的一个本质是什么 爱情是两个无法忍受孤独的人走在一起 你看 不要整那些表面的 你担心他吗 你尊重他吗 你有考虑过他吗 他为什么哭 爱情是两个无法忍受孤独的人才走在一起 而你不是 你是享受这种孤独的 你觉得他外事 你觉得他唠叨叨叨叨 他在妨碍你 所以你给自己也做了一个后手 我不退那个群 你想要的太多最终都没有 你这点一定要记住了 大姐也不要哭 在这段你们的感情当中 你也是有问题的 爱情还有一个本质 爱情是给予不是要责 对不对 刚才主持人在问你 那几样你要什么 你选择了我管着他 一开始你不就觉得他条件好吗 对不对 一开始条件在这儿 现在实际条件在这儿 然后你退而求其次我要管着他 他要什么就管什么 这也不是你这种能得到一份爱情的 你的原动力的出发点的 也是不对的 所以他正是看中了你的弱点 你不要这个吗 好我就把我这说的天花烂坠 是不是 结果呢满不是那回事 而真正呢他愿意自己一个人走 他享受这个状态 你管是管不来的 好不好 而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 也是说不想一个人走下去 想找一个伴 想找一个知心的人 那个是你真正要找的人 绝不是他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缺队 大姐可以想一个问题 到底谁可怜 我可怜 你现在想明白了 一开始看着他们家家图四壁 吃着发了牙的土豆 脏兮兮的灶台 对 没有人照顾的样子 对 你是可怜他的 你是心疼他的 对吧 对 但事实上人家不这么像 是 人家觉得自己很幸福 对 每个人对于幸福和不幸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买了一套房子 他觉得我有一个安定的窝 我很幸福 有些人这辈子不愿意买房子 因为我可以住不同的房子 我可以看不同的风景 他觉得这是幸福 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看来 你才能了解 其实他不是不幸福 是你可怜 甚至在他心目当中的那种优越感 其实也来自于你那么想抓牢的 你本来以为 大哥有一段很久远的恋情 又没有孩子 对 所以你可以很完整地拥有他 是一个可以很好发展的好苗子 但事实上 一个单身了大半辈子的人 就是你这一时半会儿能收服得了的 如果一个人宁愿牺牲朝夕相处 和家庭的温暖来赢得自由 为此而付出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你觉得他能被你独自拥有吗 这不可能嘛 你说呢 所以一个人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就比如说你现在 所以你不应该期望这么高啊 即便大哥哪天愿意跟你结婚 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们的生活状态也会像今天一样 今天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你每一次质疑理智气壮 但大哥每一次都对答如流 他每一次都有借口 他每一次都能够找到一种方式 来刺激和强化你的内心 比如你说 为什么那个女生你就叫她 对 坐在你旁边 我你就不叫 我是为了怼你 我是为了刺激你 对 什么话来 兵来将党水来土厌 要说什么话 我都能够答得出来 对 但唯独对于生活一些现实的 具体的责任的事情 它几乎是一个无能 对 说对 所有一些年轻的男生不负责任的问题 在大哥的身上都有 陆琦的那个观点我是赞同的 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嘛 但是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 请坦白地跟对方说 如果你告诉他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不想结婚 你如果这么直白地说了 你们该怎么交朋友交朋友 那是平等的 但如果你还跟对方说 我依然希望老有所忠 老有所靠 一望寻找一个晚年的幸福 那就是骗人 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好 用余生的时间 来跟对方共同相守 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 你的日子不会过成那样 所以 请不要 去欺骗那些想要结婚的人 那就叫不厚道 记住了 就这样 谢谢同学老师 其实也别哭了啊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你明知这么做是个坑 你还要跳进去 特别是在爱情生活当中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道理啊 我们在情感生活当中 一定不要试图去调高别人的底线 不要想着说它能改变 对吧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大家都知道嘛 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 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其实只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就够了 而我们恰恰容易 不守自己的底线 为什么 老想占便宜啊 没结过婚 多专一啊 没有孩子 哎呀我没负担啊 对吧 条件不是特别好吧 还可以吧 我稍微改吧改吧 完全合适嘛 这不就为了占便宜 那你那底线呢 当然就没了 其实没法说你什么 那是你那种生活方式 我们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不要去责怪别人 有没有迷失你 生活是你的 路是你的 学会自己擦亮眼睛 那就是他的生活状态 和生活方式 我相信即使他说清楚了 依然会有一些女性喜欢 对吧 对 是不是啊 是 你看你也认同嘛 他在你们那群里 还是有魅力的嘛 这就是 如果你们想享受这种魅力 对不住了 您就别抱怨他那些不合适 你不能一方面又享受 一方面又抱怨 不能忍受就走开 对 所以您点仔细好好想想吧 接下来咱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五 我认识你快一年了 在这一年当中 你在这个单身群里 和女的加微信私了 让美女坐在你身边 你坐的这些机器 让我上头了心 喝酒抽烟 生活环境 我本来找个对象上提高生活 我这造成你生活 大声的降低的 经过我这一年的了解你 本来想和你结婚来 继续走下去了 现在你这个情况 我得好好地深入 好好地考虑考虑了 现在我犹豫了 通过这一段时间 我和你再一次地接住 我内心感到非常非常地累 你的唠叨 你的对我的强力的约束 我很矛盾 好好好 时间到了啊 这个不要让自己生活的那么累 未来的生活很美好 按自己的想法好好活着不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这个年龄判断 觉得活得不够通透 可是有意思的是 类似于像这位女士 这样想法的女性还特别多 很多年轻女性 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思维 她们的思维里面充斥着一点 不好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改吧 千万不要相信 爱情可以跨越一切 跨越一切的爱情是彼此相爱 而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的付出 那同时也不叫爱情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看 这一对都谈累的的朋友 他们作何选择 请开门 哎 真是一声叹息 希望你们都找到自己想要的 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生活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维码 下载精云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区 有晶云网友提问说 我到了结婚的年龄 通过朋友介绍 找了一个女朋友 相处中 我感觉我们挺好的 但过年去她家里见过家长后 她对我态度越来越冷淡 我问她怎么回事 她也不说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家条件差一点 我俩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我中国人的婚恋观当中 结婚她还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她往往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所以她父母的态度 有时候她会显得尤为重要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 还是你女朋友的态度 你能不能理性的 好好的和自己的女朋友去谈一次 如果说她认为这一些隔阂 也是无法谋合的 那么我建议 你们分开一段时间试一试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 谢谢他们 我们的节目是 官方报名热线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